纪录片为我们记录当代历史和生活 2014年3月18号的太阳花运动 对台湾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非常多纪录片导演立刻进入抗争现场 拍摄下历史的镜头 他们更在网络上以群众募资的方式 短短6天就募到了200万 完成了9部不同主题的纪录片 有一些关注国家机器对社运的控制 有一些拍下学运领袖的心路历程 今年十月底将在户外首映 邀请大家一起牢牢记得这一段社会运动 2014年3月18号 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发生学生占领立法院的行动 影像真实记录太阳花运动的始末 记录片将在10月正式上映 共同见证历史时刻 任何的历史事件或任何的重大的运动 一定有很多人要建立那个权势权 官方会有他们的权势 我们作为独立媒体独立的纪录片工作者 我们应该也要用自己的权势 那我们的权势很重要是说 我们比较没有什么厉害纠结 我们没有正常利益在后面 所以我们的权势是会比较贴近人民跟土地的 为了争取权势权运动发生当下 纪录片工会号召十位导演无仇拍摄 影片划分为九个主题 包括探寻两个世代民主运动的 野百合与太阳花 蔡从龙导演的国家机器的启动 质问国家机器的暴力逻辑 还有导演赋予拍摄的不小心变成总指挥 贴身记录学运领袖陈维廷 在运动期间的转变 从过一步最大的 蛮久前来自好没有要退让的意思 什么时候要退一场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退 他们还是算是比较无忧无虑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包 可是到进到异常里面的时候 就是随着时间的过去 他们已经变成完全不一样 那个不一样在于说 他们变成了那个 需要让人家花力去 去跟他们讲话的那个人 在运动过程扮演重要角色的 群众木子平台 这次也用网络的力量 号召大家一起完成纪录片 短短六天的时间 募到两百万元 太阳花运动来得又快又震撼 在运动现场 导演们把握稍纵即逝的历史时刻 有些现场一旦驱离 再也不会存在 我们碰到一个最大的困难 就是在现场 现场其实是非常大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 哪里发生冲突 或者在哪里可能会发生 几场打人的事情 所以我们工作的方式就是说 我们一定有我们的工作伙伴 在家里面监看电视 然后告诉我们在现场的摄影说 你现在要出发到什么路 跟什么路口 那边有警民的对峙 然后我们现场也会有人做掉落 社会会期待年轻人 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 更愿意倾听年轻人的心声 请跟我们一起站出来 守护台湾的民族 自由和未来 太阳不原纪录片导演们 用更真实的镜头记录历史 感谢观看